他每曾去過知道 下雪 不是我跟我哥哥還有陳明珍 還有一位翻譯 我們四個人去日本買衣服 那天已經第二天下雪已經融化 但是已經結成好像溜冰場那樣冰冰的這樣 所以我們走路的時候很小心 然後這個時候就看到三個人的個性 四個人的個性怎麼樣 突然有一個人開車 因為他們下雪的時候那個雪 他的雪把整個輪子都全部擠滿了 所以你要開車的時候 你一定沒有辦法 一定要把雪掃掉 那就看到一對日本男孩子跟女孩子 情侶 他男孩子在車裡面 叫他的女朋友說 你把那個雪弄掉一點 我把車倒過來 跑... 一滑 他的這個腳撞到車子之後 他全身痛得不得了 他全部縮在那裡面 他縮在那裡面 就在我們四個人 全部當場看到他的情形 這時候四個人的個性 就是我哥哥說 他跌倒了 就沒理了 然後明珍說 沒事啊 跌倒了耶 然後我那個翻譯就說 怎麼辦 他們三個人在討論的時候 我根本什麼都不管了 我這個人比較雞婆 是... 我跟他跌倒 我好緊張 我馬上... 我用Snow Motion的動作 我跌倒了 噓... 跑... 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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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跌倒了 更誇張 我很快地這樣 跑去以後 蹭... 結果怎麼又這樣 我的腳踹到那個女生的腰 不是... 太糟了 歡迎收看龍兄胡弟 讓我們歡迎超級天王主持人 張飛 費玉琴 謝謝 人說就能笑人愁 為什麼飲盡美酒 還是不接愁 美的幻影 總是夢中人 喝出去尋找他 我還是在鎮上 無酒滿杯 給其前 被人越流 海 送海底下農 거야 永遠就飛 七蝉有事 再浪 拈火世間 我整夜情情疾患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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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是馬賽 咖喬我 接下來介紹一首好聽的歌曲 夢春風 好 歡迎我們女生出場 歡迎 哎哟 耶 好 當年無看太年假 親愛對面穿 十一輩輩輝過的出家 傳到少年假 無人飄在臨馬背 誰敢人出家 想要問你驚愛生 心來看你賣 哎哟 高雄好聽 接下來介紹一首男生唱的歌曲 十八姑娘 哎哟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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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厲害 謝謝 多拿一切 很厲害 很厲害 哎呀 我們人會嘴巴 我們人嘴巴 人人愛 啊啊啊啊啊 三個多年 一日會 一日會 哎呀 我們已經掌聲鼓勵 今天這幾首歌曲啊 剛好我們一算好男生女生啊 來的這個剛好可以配對 配對 而且很自然的呢 他們就自己去找到 他們自己的這個對象 是 站在一起 你看像我們 潘美成 跟我們周治平先生配成一對 鼓勵一下 林芝佑 陳俊生 哎呀 真是天生一對 對 第一 這林芝佑怎麼這樣 經常都走不走 你自己也是黑白來 怎麼會分開的呢 我們是屬於兄妹 兄妹 這樣子配怎麼可以呢 我們先請林芝佑到這裡來 來…鼓勵一下 瞧一下 好 這樣是對的 原來我是飛哥的 他們兩個人能夠站在一起 我們非常高興 只有一句話來形容 叫做完畢歸照 那個時候他們兩個 因為發生口角 是… 為了小亮哥我們在電視上 一天到晚這個心戰喊話 對… 終於能夠看他們又這個完好如初 讓我們非常高興 大哥他是看到您三千兩黃金奇異來過 嫁雞來歸 會啊 那麼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那邊的小剛這一隊 高順磊 高順磊 小哥好 小哥好 兩個人好像是同一家唱片公司 不同一家 差一點同一家 他們兩個配備還真合適 這還滿配的 對啊 兩個的個性相像 都屬於悶燒型 郎才女貌 是啊… 今天我們節目中還有一位新面孔 新面孔 歡迎這位港星來自我介紹一下 你們好 我是香港來的新人黎瑞恩 黎瑞恩小姐 歡迎她 黎瑞恩配陳俊生 也是可以稱得上是非常標誌的一隊 是… 平常你們以前認識嗎 我剛才還問她叫什麼名字 除此相見 金童玉女 這一隊也是非常了不起 才子配家人 那是我們周治平先生 以及潘美澄先生 大家好 潘美澄先生 最近這個期間 過年前 大家都在摩拳擦掌 周治平也出了新片 對 也出了新片 對 也出了新片 有一個什麼裝滿了 玫瑰花瓣的信簽 那是上一張 那是上一張 對… 每一片花瓣都代表 一個難以什麼忘懷的過去 對… 唉唷 你看我是您忠實的歌名 謝謝… 我覺得她詞曲的意境 可以說周治平的一生 歷盡蒼蒼蒼 不然怎麼可以寫出那麼美的 寫的是飛哥的心境 所以她記得這麼清楚 不… 她所寫的內容 是我們每個人的心境 只有飛哥體會的最深 我們是很難 我們這個就一次了 這是… 你是情場碟交專家什麼 對… 對… 話說我們寶島四季如春 四季如春 四季如春 我們台灣就是一個蓬萊仙島 蓬萊米一定出產得非常好 因為這… 這意思啊 您是說了一句笑話 沒什麼效果是吧 冬天跟夏天幾乎分不出來 稍微偏離次到精緯度多一點的地方 冬天就要下雪 對啊 我們現場有沒有… 有沒有人沒有看過雪的 有 大大多數沒看過雪 對啊… 那雪長什麼樣子 雪呢 就是這兩天稍微冷一點 就很多人就帶著這個本機啊 就到了這個荷歡山上 我們也有雪 少了差不多兩個小時呢 少出四兩雪 然後想捏雪球了也不成 就捏了一兩顆彈珠回來 一下山以後雪又化掉了 變成泥巴球 所以啊 這個…就很遺憾 不過我覺得其實有機會去看看雪 真的是人生一大樂事 因為它雖然很冷 但是它很有羅曼蒂克的感覺 我是很怕冷 我想在座的我們特別來賓 一定有很多人啊 有賞雪的經驗 特別在我們 跟我們說一說雪地幾景 先從小剛先生說起來 我去過河西走廊 唉唷 對 那個地方的雪大概是 我想在場的每一個人都沒有人看過 是 它是在大戈壁上 我們一般以為戈壁是沙漠 戈壁不是沙漠 它是瓦礫小石子那種 堆積起來一望無際 你可以看到 向陽的一面喔 它是戈壁 可是背陽的一面呢 它就是雪 就下雪 汗也是奇景 我們在車上啊 如果放一杯礦泉水啊 放一罐礦泉水啊 放一罐礦泉水 隔天 第二天早上要喝的時候 已經是冰塊了 聽說它雖然下雪或者結冰呢 但是並不像台灣這樣冷 是不是有什麼 台灣比較濕啊 台灣那個天氣很潮濕 像我去過韓國的雪月山 零下二十幾度 我登上高峰 唉唷… 大衣一拉開 完全不冷 怎麼會這樣子激啊 因為我裡面還穿雪衣 嚇我一下 我也大衣拉開一下 褲露狂 你有沒有到雪那裡 有我頭一次看雪 我恨死了 你知道嗎 我是在拍友台的戲 到新疆 新疆的天山 那個雪到這邊 我穿了七條褲子 然後呢 這樣很糟糕的一件事 一望無際的雪 那我要尿尿怎麼辦 七條褲子 然後雪到這邊啊 那還不行 非要兩三個人幫忙 先把那個地弄開 才可以蹲下岸尿 何必弄開呢 你只要一尿 它就已經半徑無故 都已經自動融化 李鑫緣跑的地方多了 其實我說老實話 我對雪的印象並不好 不好 最深刻的一次 是在摩洛哥 那下雪之前 你們知道會下冰暴 有時候 先有冰暴 對 然後大家平常看到冰暴 都是小小的 像米粒大小 或者稍微再大一點點 結果我那一次看到的冰暴 是大概有差不多 這麼大 一顆 然後停在門口的冰室轎車 你知道冰室轎車的玻璃 是防彈的 是 當場就砸破了前後兩個 你知道 然後我們有一個攝影師 為了要保護 看看我們在外面的外景車 有沒有受傷 就拿了一個雨傘出去 一出去雨傘就八個洞這樣 八個洞 講得不錯 好 好 他每次去我知道 下雪 不是我跟我哥哥還有陳明禎 還有一位翻譯 我們四個人去日本買衣服 那天已經第二天下雪已經融化 但是已經結成好像溜冰場那樣冰冰的這樣 所以我們走路的時候很小心 然後這個時候就看到三個人的個性 四個人的個性怎麼樣 突然有一個人開車 因為他們下雪的時候那個雪 他的雪把整個輪子都全部吸滿了 所以你要開車的時候 你一定沒有辦法 一定要把雪掃掉 那就看到一對日本男孩子跟女孩子 情侶 他男孩子在車裡面 叫他的女朋友說 你把那個雪弄掉一點 我把車倒過來 跑… 一滑 他的這個腳撞到車子之後 他全身痛得不得了 他全部縮在那裡面 他縮在那裡面 就在我們四個人 全部當場看到他的情形 這時候四個人的個性 就跑去 就是我哥哥說 他跌倒了 就沒理了 然後明珍說 是啊 跌倒了耶 然後我那個翻譯就說 怎麼辦 他們三個人在討論的時候 我根本什麼都不管了 我這個人比較雞婆 我看他跌倒 我好緊張 我馬上 我用Snow motion的動作 我跌倒了 噓 跑… 噓 也跌倒了 更誇張 我很快地這樣 跑去以後 噓 結果怎麼樣 我的腳踹到那個女生的腰 噓 糟糕 踹到他的腰以後 整個頭當場 擋在地上 翻譯跑來 什麼事 他是要來幫你了什麼 結果他的男朋友才好笑 一直從車裡面看 他們把門打開打不開 一直問怎麼一回事 結果那女生被我踹了這樣子 之後看到我 一直笑 然後他還是說謝謝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 下一次 下一次我絕對不會再去做 那種很雞婆的事情 所以像這個雪的經驗 我們沒有 可能很滑 還有很多國家 他們知道下雪的時候 他們就會在這個溜冰 還可以釣魚 魚不會凍死啊 不會 魚在水裡面不會的 奇怪 那個冰有保溫的作用 真的喔 對 而且還可以洗溫泉 你挖個洞自己跳下去 三溫暖 真的我不騙你在芬蘭就是這樣子 你知道嗎 非常非常的冷的冬天 他們要洗所謂的蒸汽浴 就是有一個房子在郊外 是一個木頭的房子 裡面放滿了那種熱氣 熱到大概差不多有五六十度了這樣 進去了以後燻個幾分鐘就出來 出來門口以後就是露天的一個池塘 那就很冷了 那個池塘的水都已經感覺上也是有點冒煙了 都已經冰到那種程度了 然後就看到那個一個一個光溜溜的 咻就下去了 下去就開始游 游兩層就上來 然後用一個那個數字這樣拍拍背 然後血液循環 然後再進去烘 奇怪了 可是溫度好大 我想大概有一百度耶 他怎麼受得了 來一去的話 對啊 這樣子會不會影響聲譽呢 這真的 接下來到我們周志平先生 我想這個也是周遊列國 經驗豐富 我去過哈爾濱 哈爾濱 對,夏天去的 沒看到血 您這不是廢話嗎 對不對 我真正唯一看到一次血 那是我在念高中的時候 參加救國團辦的那個活動 在阿里山 去大雪山 大雪山 對,那時候比較沒出息 為什麼 沒有心情觀賞那些雪景 為什麼 因為我們從和尚學校出來 你知道 看到那個同行的那種 漂亮 美女 十八姑娘 對啊,切女生的手啊 趕快把手套脫掉 然後那領隊就過來 周先生,您冷不冷啊 不冷 手指頭快結成冰棒了 不冷 不冷 陳俊生呢 我以前去美國玩的時候 就像剛才你說的 那個湖上都結冰嘛 很多人在那邊釣魚啊 他們的動作很好玩 那個有時候他們會找一些 比較薄的冰 他就這樣 三峽那就一個洞了 然後再用東西攪一攪 他就開始在那邊釣魚了 而且這動作蠻好的 就滑下去 那很冷耶 真的是太冷了 然後就在裡面 然後很多那種釣魚的人 都跑來釣我 而且他那個釣魚 一掉進去以後 一滑有沒有 他冰並不是很厚 就看了陳俊生的臉 這樣 跳不出來 對 冬天 在我們台灣來說呢 還是有點冷的 有點冷 從大家的服裝上面 就可以看得出來 還是必須要換季 雖然不至於要穿到這個 皮球大衣呢 但是毛線衣啊 這個長褲啊都出籠了 對啊 而且要吃點油多的東西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談一談 所謂的麻辣火鍋啦 有美食就上市了 你姿佑好像也吃過 我好愛吃 吃完以後 第二天請問您都怎麼解決 我不會啊 不會怎麼樣 他會很大的反應 我是吃完了 對不起啊 付完錢以後 先等我啊 15分鐘幹嘛 我先去辣一下 這是自虐心態 剛剛講的麻辣火鍋 像我們高盛美啊 你喜歡吃金菇 大家都知道那個金菇好酷 會吸辣的 對啊 而且會吸辣 可是我偏偏又愛吃那個金菇 所以那個金菇一端上來啊 哇 大家搶喔 搶搶搶搶 那尤其是我 我比較貪心嘛 那我怕會吃光光啊 結果把那個金菇用吞的 吞了之後 只有兩個小時 結果我就馬上那個 怎麼吃就怎麼出啊 完整的 而且還是一把 真的 哎呦 尤其餅 不過聊到這兒啊 那麼我想這個冬天呢 大夥聚集在一起 唱唱歌曲曲暖 曲暖 那也是挺有意思的 那哥哥一起唱喔 我們來選手歌大家一起唱 紫釘香就可以了 好 這個建議好大家都熟悉嘛 那不是 那麼就來個紫釘香好了 那您提調 我們大家來複合啊 那老師請啦 來吧 她是個嘴角美麗花呀 本蝶兒總是 飛來飛去呀 飛來飛去 包圍著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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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來飛去呀 飛來飛去 飛去包圍著她 好 歡迎下集團我們的龍秀女帝